这岛也离火 今天来打开这家故事的张家水盆羊肉 这家羊肉也开了有40多年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肚子里边都有油了 有羊肥 这是撒羊 撒羊 撒羊不撒 撒羊小 肉食洗 口面好 这个油好多呀 这个羊肥 羊肥给我躺下 泡沫 融入档 这里是烙羊 烙羊 烙羊 大家直接去短锅洗车 下锅 下锅 这锅的真正就是一面很直径 现在就是 第一个小时才能过这个过少点 少点以后大三次 三次之后开始煮到明天的话 就是十来个小时是吧 下是大货 再是小货 慢慢煮 那个满三个小时都是不太辣了 那跟你说 肉烂烫得好 肉烂吃香 以前就是200斤左右肉 200斤左右肉 倒倒倒倒 再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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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就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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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子羊干了 啥子干了 咱这店开了多长时间了 四十多年了 那你干这干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 可哥这一天能弄几只羊吗 四只羊 这次把这热还换 我人来了直接用 放点滑脚水 放点调料水 放点油 放点滑脚水 放点调料水 放点明油 哥你做这做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 十几年了 咱这一天能卖多少万吗 今天是四五百万 四五百万 所以你打这磨大多长时间了 三十 三十多年了 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了 咱这一天能大多少磨 现在这一面都是三 能解气的肚子 五袋就好 一袋面大概能大多少磨 二百六二百七 接到二百七 解气最要大成千个磨了 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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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老伴他也传下来的 哦 大家好我是小姚 小姚今天又再次来到了这个故事的镇上 因为这边呢我听当地的朋友说 这边有几家的羊肉都做的特别 继上次之后 我今天来的这家店呢 是已经开了四十多年的一家肉店 之前开的时候 下面有朋友留言说是 那个肉都烂成那样了 还能吃吗 那我们这边浮巢 就浮巢 包括蔚南这边的水培羊肉 都是以肉烂汤自鲜 肉的话煮的独公烂 它把肉里边那种香味熬出来 如果汤的话才会比较鲜 这个青椒的话是他们用的第二天 在这个季节的话吃这种新的这种花椒 都要是最对的时候 喝这个汤的话喝进嘴里边 是那种把嘴出来都拔的都不行的那种感觉 但就是喝一口就特别少了 一份二十三肉好多呀 其实吃这个水培羊肉 说实话我每次来基本也只是为什么喝汤来的 肉的话你让我直接这样吃 我也觉得有点柴 所以说我一般的吃饭的话 都是把肉加进饼里边 哇 吃一口猪加馍 喝一口这个清汤 简直太爽了 吃一口猪加馍 吃一口猪加馍 andro斗